我想問你今天參加活動的目的是 我每天都來的,昨天都來的,前天都有參加的那個壽行 我是撐年輕人去反抗那個暴政 因為目前那個暴政去到一個 我們香港人已經退無死所了 去到如果再退,再不出來反抗呢 我們香港人真的已經死無葬身之地 因為目前我們的財政的儲備 我有個律師朋友告訴我 他4000億美金,由中國銀行發發一個幫 去換了我們的錢去 到現在過了期,都未還 還有我們的基建呢 是八成都被共產黨的國企包了 例如中國建築啊,大家是香港人就看到 周街都是中國建築,中國路橋啊,中鐵十五局啊 他們全部是包覽了我們香港的基建 我們基建數以千億計 是他們的國企就包覽了 那麼,凡此種種 我們香港人已經到了退無死所 我就退了休的了 但是我六十幾歲的了 那些子女都大了 那麼我們為什麼會出來呢 因為我們看到局勢相當危險 如果我們這次不出來呢,是一輩子做奴隸的了 所以一定要出來 所以年輕人呢,很可憐呢 本來我都幾灰心的 這個運動我看到年輕人呢 是相當有勇氣 是不怕犧牲 是去對一個沒有裝到牙齒的中共 沒有裝到一千萬軍力 他說兩百幾萬假的 他退休,他轉役那些呢 其實轉為武警 一下子裝上一件軍衣 又是什麼 為什麼我這麼除了國安黨呢 我先介紹一下 我1977年是偷渡來香港的 我本身是廣州人 我十九歲、二十歲就來了 我是享受了香港二十幾年的好環境 所以今時今日我出完退休 我們一定要出來回報香港 香港給了幾十年的好生活 所以我不出來不行 我是很了解共產黨 共產黨是未變過的 由六月份四月份第一次遊行 在修盾,萬三人我參加 到現在 是未停過的 因為我也早就說了 很多朋友都認識我 我講了 由一開始 這條條例 就不是我們香港政府搞的 絕對是北京策動的 現在目前有很多的 反共人都不知道的學生 共產黨的本性我最了解 因為我是經歷了文革 我十三歲是參加武鬥的 我是紅獅的 我是廣州紅獅的 所以共產黨的招數 我最清楚 共產黨是沒有人性 還有它改革開放的人說它改了 我就一直都說它沒有改的 因為它的本質沒有改 它的本質是 它是說謊 如果它有權力用到盡 還有它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反對它的人 這就是共產黨的本質 它在一條村 我曾經去過四村 周圍考察 它山上有三戶人家 它都派過共產黨黨員上去控制 共產黨不會不控制 也不會放過權力 作為這樣的背景 我這麼了解共產黨 我為什麼不知道 一開始的送中條例 就是共產黨搞的 譬如陶傑那些 以前我喜歡聽聽聽它 它就說不關共產黨的事 是林鄭氏 我最早就說是關共產黨的事 你聽我信我 因為我參加過文革 我在香港一九七幾年才來 我在這裡多二十幾年 所以我為什麼不了解中國 所以共產黨的本質 你們一定不能夠退 它一退呢 它就會隨之而來的大搜捕 記不記得 六四過了之後 是不是幾萬的國安 南下 南下大肆追捕 那些年輕人不知道 我們也知道 年紀 因為六四當時一過了之後 它過萬的國安 在北京南下瘋狂追捕 我們不能夠退的 一退它就追捕你了 我們個個都會清算的 現在的識別這麼厲害 所以我在大台 我佔中出來 整天晚上都說共產黨的歷史 太邪惡了 共產黨之中 蘇聯 東歐那些 是我們中國共產黨最邪惡 俄羅斯 有一個示威者 上車被人打了 一個女示威者 警察是被人撤職 是被人判刑 是受到賠償 我們是沒有的 所以共產黨之中 中國共產黨是最邪惡的 最邪惡 因為它跟本質有關 它是土匪來的 所以我們最了解 你千萬不要相信 我們退一步 將來它追殺你 是更狠 不能夠退 六四 過萬的國安 南下瘋狂抓捕 如果我們一退縮 每個人出來參加 它能夠識別你 都會追殺你 我就很堅信 我這個看法 是很準確的 關於你問我 為什麼出來 我就退休了 子女都大了 去了外國 我就覺得我們要 匯報香港 香港給了我們 好的日子 我們要匯報它 我們不是人 錢 不是最重要的人 人是一個人格 一個人格 一個人有本質 有個良知 不能夠說錢就收到 有些東西可以 有些東西不行 就這樣 謝謝